生肖鼠,落日,红霞布满天气,那霞光有些暗淡,没有日照时的明亮鲜艳,可是它很美,有种厚重的感觉,抬头望着远处的树枝,染下了橙黄色的霞光,一个人走在路上,面对着如此落寞的情景,心里也不免有些落寞。 此时,在霞光的映衬下,一对老年夫妻拄着拐杖,枪裤搀扶着,朝着我这边走来,他们的脚步,缓慢而平稳,他们的脸上,淡定而同容,他们的笑容,仿佛能容那世间一切的满目苍明,布满皱纹的脸上,写满沧桑,也许,他们心里写着,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,我们都经历了, 现在我们感到比任何时候都要幸福,我们祖孙三代家庭美满,我俩如今可以养天年,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我们的下一代,再一代生活的幸福,我们的幸福,就是到了彼此相依,彼此取暖,安安心活个美满的晚年,生肖叔叔的朋友,今年有地界和艺术入宁,全年认识相当不错,地界有化解阻力, 烦恼,烦恶的作用,去年因破坏岁而产生的诸多不利因素,今年皆可在的解新的作用下,逐渐得到缓解, 叔叔人在今年是一个思想学习投资年,不论正在求学或是上班人士,今年都有新发展机会, 而且事业进行起来颇为顺利,叔叔人事业公有吉星八作和天厨入宫,利于事业发展,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,工作热情激昂,也能得到公司领导赏识,职位和权势有提升的空间,又升职加薪之喜,天厨使得今年应酬分多,有结识更多归人的机会, 不过要尽量少喝酒,说话注意分寸,以免酒后言语不当,不仅无法积累人脉,还会出现口舌是非,工作中也要尽量低调,不可因提升职位而得意,容易招惹他人妒忌,暗中迫害,背后树敌,加上雄心臣服克制即兴,使得事业变数大,在年初开始便要做好万全准备,除了丰富自己专业知识, 更要多与人为善,形势圆容低调,建立好的人机缺,省去人事纷争的宽少,更有益于事业运提升,主导属朋友容易得到不错的政裁运,多为合理合法的收入,工资或是福利待遇容易有提升,有时容易得到土地或是往产方面的奖励或是亏捣,但多为具有合理性,且自身付出较大的牺牲后所换回的回报。 当然父母快放得除外,因为属朋友财运不错,但多为正财,所以哪怕有巨大的收益,也很少是投机所得或是非法所得,多具有正常的来路和途径。 属属人的财运可能还会上升一个层面,可能是偏财也可能是其他方面上的意外收获,这对属属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,虽然有些不可思议,但这些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。 这就是属属人金灵红的发子的原因,在参与上的生活会让属属人找到信心与继续迎接未来的勇气,加油努力只是让你更加坚弱的动力。 这是专门为不同的属相制定的教属狩猎,在改善运程,你补各方面带来的不好,把它随身佩戴在身上,就可以很好地改善和提高你当时的运气,能够更多地关注到你,感应到你,做事都会更顺利了。 财运也哄火起来,整个家庭也更和睦,家家浴室也老上升,点击下方蓝色字体,查看属于你的本应佛开光吉祥物,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巨猜手材,顺利平安,消贷免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